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总统向俄罗斯借钱 而乌克兰新革命的政局发展是什么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深入的电影提供 欢迎收看时事求是 我是洪书芬 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 为您邀请的是东吴大学政绩系的 这个副教授吴志忠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教授您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日本东盟峰会期间 试图拉拢东协对兵等国的总统都出席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宣布 为了援助东盟在2015年建立共同体 那么今后五年期间 将会提供总计大便是两兆日元的 政府开发的援助金 安倍说这是日本跟东协 共享未来的舞台 看好东协的经济成长与活力 而日本也寄望更进一步的 打入东协的市场 而在峰会闭幕之前 还会共同发表声明 呼吁公海上空的飞行安全跟自由 其实这次日本跟东盟的峰会期间 可以说是安倍的政治目的也十分的明显 一方面他是砸钱拉拢东盟国家 但一方面他又二言重伤中国 指责中国单方面的改变东海的现状 意图在安全上形成对华的牵制 那么安倍设想的对华包围圈 显然是没有奏效 好教授其实在十年前的时候 小泉淳一郎也曾经 他在东京召开了这个东盟的首脑特别峰会的时候 他曾经也拿中国南海的问题来大作文章 不过结果呢 效果也是不张的 这十年之后呢 现在看到的是安倍 他也试图呢 要有这样一个围剿计划 不过呢还是被抵制的 说到被抵制 我想这要很小君去处理这个议题 因为东盟东协主要的国家 最多是印尼2.4亿人口 然后有越南八千多块九千万人口 菲律宾也是八千多万人口 这些国家跟中国关系都并不是非常好 那这一次东协东协当然没有必要 就像美国他并不一定要完全去玩日本的游戏 因为这一次日本跟中国在防空识别区里面的冲突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说 有这个义务说我要全面支持日本 可是基本上当安倍跟这些东协 一起在说明 就是说他们要维持整个飞航的安全 这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东协事实上是支持日本 而且在国际法这方面的 他们觉得这个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利益所在 当然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东协并没有全面支持日本 所以当他提到呼吁地区各国都必须要为飞航安全 为民航安全做奴役的时候 里面没有指中国 就中国这个字 这个国家完全没有被指出来 也就是说东协并没有配合日本 就是去指责中国 可是基本上那个大方向是 是没有错的 是正确的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东协 东协基本上我刚才提到最大国家是 是印尼 印尼的规模大概跟日本差不多 但跟中国比起来又小很多 左边有个印度 其实我们这个地区 现在西方国家在 西方欧洲 尤其欧洲在报纸讲这个地区的冲突 讲说太平洋 地区已经不太太平了 就是本来他的太平洋 以前冷战是在大西洋 现在太平洋看似是太平的 可事实上是不太平的 其实太平洋当年会被取这个名字也是怎么样 也是很偶然的 就是葡萄牙航海家去的时候觉得一路都没有遇到台风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太平洋是不太太平的 台风很多 那这里面他们也就 我们也认为就说怎么样 冷战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里面其实暗藏 很多不平静的 那这里面没有一个国家 完全是尼云南国家的盟邦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利益 我刚才提到东协 东协这里面最大的是印尼 然后越南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看越南在冲南半岛过去二十世纪里面 跟法国打过仗 跟中国打过仗 跟美国打过仗 所以这里地方是不太平静的 那这些国家 他们现在 为什么他们要组成一个东协 因为面对北方 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有十四亿 左边有个印度 也现在有十亿的人口 然后美国也在这边 世界第一强权 日本也在那边 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是个霸权 在互相竞争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里面 当然一个程度就是东协 它怎么是自处 单一它无法面对这些大国 所以它就组成 把这个十个国家 组成一个东南亚国协 那东南亚国协当初怎么样 是为了要和平 就说怎么样 就不要合武进来 现在变成一个经济组织 那经济组织 在这边慢慢成长 慢慢成长 越南现在慢慢再起来 它跟中国有很多领土的问题 南海的领土纠纷 你提到越南 可是这一次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 有几个国家 包含的越南 泰国跟马来西亚 这几个国家 他们的航空公司 还是接受了中国所要求的 要提交飞行的报告 所以这个部分 他们是不是也是妥协的 提交飞行报告 就好像这是看你怎么去解释 这个事情 像美国就说 后来我们也说 美国他们说 他不遵守中国所提出的飞行报告 可是他也是提交 对不对 但是提交也就是 美国说怎么样 我这个本来就透明的 一个民航 一个只有日本 因为跟我刚才讲 现在这个东南 这个防空识别区 主要是日本跟中国的冲突 但日本后面还是美国 只有日本禁止 他的航空公司提交飞行报告 本来日本航空也要提交 后来安倍说不准提交 但事实上这个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透明的资讯 所以不是那么严重 但主要是 大家不承认 像美国 韩国 日本 就是不承认这个飞行区 那现在东协这个国家很害怕 如果中国把这识别区 现在东海弄完 弄到南海 他也很害怕 所以在这方面 他也没有配合中国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 他们很中性提到就是说 飞行安全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没有指明你中国 可是我暗指讲说什么 我不赞成 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东协跟日本是一致的 或跟美国整个 甚至远到澳洲 大家都是一致的 因为一个识别区的一个宣布 事实上是需要 是需要大家协商的 当然在这边中国 他反应很强烈 他就一直一直指责日本 所以他指的怎么样 日本指责中国说 你宣布防空识别区破坏现状 中国就反指日本 你国有化钓鱼台 是违反现状 所以这两边是在这边 是在这边竞争 现在问题是在这上面的 有人说这次安倍为了援助 东盟在二零五年 所建立共同体 所以将会提供两兆日元的援助金 认为说这是日本 在转移再华投资来做准备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基本上日本现在在中国投资 应该减少 这是没有错 因为每一次其实一发生事情的话 日本的企业常常会变成 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升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就是发泄的一个对象 所以日本其实也不需要国家去要求他 要撤退 日本自己公司现在对中国的投资 是有些警戒 所以数字上是显示怎么样 他们是在减少 所以跟选择东南亚 这基本上是战略的一个分布 我想我想这几年来 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确实是并不是太好 所以在这边 日本公司也在做防备 我想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不得不看到的一个事实 好这次东盟峰会 大陆没有被邀请参加 但是国际媒体比喻说 这好像是一个房间里头 之一明显的大象 虽然大陆没有来 但是其实大家都明显的感受到 他的存在 而且是非常大的存在 那我们看到这一阵子来 从这个副总统拜登 这个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拜登 到东盟领袖到日本来 我们看到好像日本 似乎想要让每一个国家领袖 都在这个地方 签字画押来背书那种感觉 日本现在一个制定的 新安保的战略 他到底是什么 他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日本我想他现在想要见 就是个安倍提到民主之虎 就是结合整个 亚太地区的一些民主国家 然后形成一个联盟 那来 应该就可以直接 可以看得清楚就是怎么样 一个地人让他想要反制中国 因为他感受到来自于中国的威胁 但是并不是美国家都愿意 就是说我愿意 就是说支持这个日本的 民主之虎的一个战略 但是比较支持的 就像美国 虽然是蛮支持的像印度 其实日本现在跟越南 跟印度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良好的 然后菲律宾也是刚才提到 日本还送战舰给菲律宾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好像一个新的冷战形态 现在在这个太平洋地区 在亚太地区 在逐渐形成 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为首 那中国他就有跟中亚 然后跟中亚这些国家是比较密切 或跟缅甸 然后跟巴基斯坦 这些他都维持非常好 所以中国也不是没有盟邦 在地区 日本他也在积极建立 他的一个盟邦关系 所以这里面其实一个新的冷战 以两个为主的 在亚太地区美日为主 然后在中国为主的对抗 我觉得逐渐在形成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风暴里面 我们自己其实要选择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战略 也是一个怎么样 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好稍后回来 我们就持续要锁定 是在东北亚的南北韩的部分 因为金正日逝世两周年 北韩举行的大逝施 一度传出说金正安被逮捕了 被政变了 不过看到他今天呢 还是出席的逝世大会来辟谣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的点评 欢迎回到时事全市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今天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日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 在平壤今天上午举行的 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金正恩也公开了露面 率领了文武百官 听取悼念演说 而高官们多次以热烈的掌声 来显示拥护金正恩 上个星期呢 金正恩才处决了孤障张成泽 那么今天呢 他用实际的行动 破除了政权不稳的一个传闻 不过呢 咕咕金进金呢 倒是没有出现在追悼会上 也耐人寻味 金正恩的妻子呢 李学祖 他也没有公开了露面 而这几天呢 北韩的情势也是很混乱的 加上的北韩的官方的媒体呢 在十六号没有发布 金正恩当天的照片 结果中国微博呢 一度就说了 金正恩是在视察的时候 被第二号人物呢 崔龙海给逮捕了 不过呢 金正恩今天正式的露面 也破除了这个谣言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北韩官方十六号 在锦绣山太阳宫 举行效忠领导人 金正恩的事实大会 这是金正恩 处决故障张成泽之后 军方表态永固的具体行动 同时由北韩人民军总 政治局长崔龙海 也就是目前的第二号人物 来宣读效忠释词 从高级将领开始 与会所有官兵紧握拳头 根据韩联社解读 认为金正恩选择在太阳宫 也就是前领导人 金日成与金正日 父子遗体安放地点 就是要军方展现效忠 不过因为北韩官方媒体 朝中社十六号 没有发布金正恩照片 大陆微博因此擅传 金正恩在视察时 遭到第二号人物 崔龙海逮捕 17号是前领导人 金正日 逝世两周年 数千位北韩民众 冒着临下低温 献花质疑 北韩中央追导大会 按照惯例会盛大举行 不过届时 谁会陪在金正恩的左右 可能就会是未来的 北韩权力核心 国际高度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这北韩的权力核心 争动上演着骨肉香残的大戏 美国国卿凯乐就警告了 金正恩处决的 故障张成泽 这显示了他 形式鲁莽 冷酷无情 没有安全感 而北韩掌控在 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手上 他是有策略呢 还是说他只是鲁莽 而且凯瑞呢 把他比喻成为是 已故伊拉克独裁者海山 我请教一下 这个吴副教授了 为什么金正恩要杀张成泽 刚才提到说 说他没有安全感 所有独裁者 都不会有安全感 所以他的一个很重要目标 就是如何巩固权力 那我们看一下金正恩 这个人 刚才也提到 他是个年轻人 各位知道他几岁吗 他只有30岁而已 30岁 他现在要掌控一个 一个北韩 北韩也不是个小国家 北韩有2000万 就等于台湾这个规模 如果以世界200多国家比起来 他排名在50名左右 所以是个不小的国家 再加上他的军事力量 这是一个中型强权 那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要怎么样去巩固他的权力 个人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是怎么样 就是建立个人权威 这是一定跑不掉的 那建立个人权威 各位观众要了解到 权力不是赋予的 并不是因为他爸爸是金正日 他就一定会有权力 他今天如果是一个很柔顺的一个人 他权力很可能就被人家拔掉了 因为在这种威权国家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权力是怎么样是争取来的 当然争取来 是不是一定要跟他冷酷无情 这可以谈很多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他是在巩固他自己权力 跟人家显示就是说 权力现在在我手上 你们要听我的话 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时候你看有些军官 你说是不是给他放说 我任命你为军官 你就可以带领部队 不行 他一定要展现出他一个领导风格 所以我想 金正日现在在做的就是怎么样 就个人这个部分是怎么样 是在建立个人权威 在巩固这个 那历史上这种例子非常多 我觉得他也不是很特别 我们如果看明朝 明朝的时候 那个明太祖 他是怎么样 朱元璋 他拿到权力之后 群臣全杀 也没有安全感 然后他一直要巩固他的权力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如果你是个独裁的政权的话 基本上在旁边 我们都很小心 我们都有知道一个成语怎么样 半君如半虎 一方面你说 你面对一个独裁者 说我害怕被他拔掉 所以我就把自己思议弄大一点 跟你平衡 你思议他就办你怎么样 砍掉了 你说说我全部都听到 我也不培养自己思议 那我太弱的时候 我随时要被换掉 所以那个你怎么拿捏 一个权力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小 然后可以跟君主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这个都是 这是没有个解答的 这个非常难的 所以在这部分我想他杀张成哲 他在建立个人权威 另外一个我想可以从比较国际关系来分析 他这个动作 张成哲是我们了解是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亲中的 就是说他非常亲善中国 他的一个在认为北韩就是要跟中国维持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张成哲从过去他2008年 他就曾经率领很多人去访问中国 然后其实他跟他就主张要跟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讲是讲说张成哲是中国在北韩的代理人 那北韩本来就是很依赖中国 他90%的能源都靠中国 那过去10年来从20年来 我们都知道北韩有核武危机 核武危机里面去支持北韩的也是中国 唯一而且可以支持北韩也只有中国 因为只有中国可以对抗美国可以对抗日本 这对北韩两个他们都是威胁 可是我刚才提到张成是这么一个 那应该不能杀张成哲 他是我跟这么好的一个国家的代理人 问题如果说好到我完全依赖中国 我说是金正恩的话 好到完全我已经没有发挥空间 那中国有天说想要把我拔掉 就换个很简单换个代理人 那我的政权也有危机 所以我又回到刚才那个考虑说 我如何去维持一个我个人的统治风格 而且我也要掌权 张成哲我想最近来就是说 因为也因为他的北韩的国际情势 使得他越来越孤立 越来越只能靠中国 他内部有经济问题 也要靠中国的精源 精权的援助 他各方面军事方面都是要靠中国 所以跟中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紧密 可是紧密到如果说 北韩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话 我刚才提到 其实也会对金氏王朝产生威胁 所以砍掉张成哲 我把他杀掉 跟中国讲明就说 我还是主政 我当然我还是认为 跟中国关系是很有善 因为他这边也没有什么批评中国 我只把你带人砍掉而已 然后再重新建立关系 就是说我自己 我说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那由我自己本身 中国你要处理北韩 你就一定要跟我直接来谈 这个也是一个怎么样 他巩固他自己本身 政权的方式 不过我认为 就是说金正恩这样做 他也冒了一个很大的危险 其实他真的在冰上这样走 就是说 以前还有个张成哲可以说 万一政治失败 说我推给张成哲 除非他现在在培养出一个 很有实力的一个第二号人物 要不然他自己就等于说 就是他现在要开始 所有东西都要承担了 所有东西都要承担 好最好 如果不好的话 你全部负责 那这个最近北韩各方面 经济国际关系都不太好 所以这里面 我相信 金正恩也并不是 就是过得很舒适 看起来是拥有所有一切 可是随时怕被人家暗杀 随时怕倒台 这种大概是怎么样 在这种威权的一个社会里面 威权的体制的国家里面 独裁者他所面临的最大的梦魇 其实金正恩的确 他在培养他的第二个人物 等会我们待会再来谈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谈谈美国的部分 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金正恩 因为很担心 他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他有可能发展核武 他可能他就脾气 就说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可能就是没有安全感 又是冷酷无情 而且他形势很鲁莽 万一有一天 他又开始在做核武的这个部分 美方怎么看待 对美国现在也很紧张 其实中国紧张 美国紧张 韩国紧张 日本都紧张 周围所有国家都很紧张 我刚才提到 金正恩是在朝向 巩固自己的权力 而且是走向一个极权 一个极权的一个方式 中国历史上最杀最多工程 大概是朱元璋是其中之一 那朱元璋建的明朝是怎么样 是中国史上最极权的 一个王朝之一 那他这样做 他杀自己的工程 因为这张政治不是第一个工程 被杀的 他已经杀了好几个 金正恩 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 极度的一个独裁政治 那变成独裁政治 再来我们就 我们在国际观点上常常讲 我们害怕一个事情会发生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他我刚才讲 他要肩负起整个 北韩的发展的一个成败 那因为北韩现在经济状况不好 尤其在全球化没有边界 各国都在竞争 北韩其实早期跟南韩差不多 他也是还算经济发展都还不错 可是就是南韩越来越 韩国走向资本主义 然后全球化整个全球趋势 我们台湾一样 就是说这样越来越好 可是他真的是越走越消 现在成为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 那成为最穷的国家之一 内部其实代表不稳定 有饥荒 然后人民吃不饱 北韩人民 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 观众知不知道 北韩的男人要当十年的兵 当十年的兵 好久 很久 但那个兵 就是他要 就是要贡献国家的生产 然后我们看到 北韩的小孩 很多都是那个什么 那个营养不良 那这里面就是说 内部万一有危机 因为其实危机倒不一定 来自于政变 来自于社会不安 来自于饥荒 来自于各方面的天灾 这些问题如果产生了 然后把罪怪到领袖的身上的时候 领袖能怎么办 国际关系这个理论就是怎么样 就是绕着国旗跑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领导者 要把国旗举起来 什么意思要把国旗举起来 就是对外创造危机 像这个岛不是只局限于 危险国家 民主国家也会这样做 就是说我只要对外创造危机 基本上我就会增加我的支持度 其实大家最记得最清楚的例子 就是怎么样老布希 当然他说他不是故意去创造危机 当初他去攻打伊拉克 老布希本来经济不好 自制度三四十%而已 就一说攻打伊拉克 自制度第二天变百分九十 九成的美国民众都支持他 连民主党都不得不支持他 小布希后来也一样 他再去攻打伊拉克 一样他的制度大幅度提升 所以我意思是说 这个你只要对外创造危机 或者说对外有危机 有战争的话 你说你们说不支持我 你们都不爱国 我还可以借机再整肃一番 所以现在北韩因为状况不好 然后所有责任都在领导者身上 万一内部那个危机扩大的时候 金正恩就可能很有理由 借由对外制造危机 那对外制造危机 第一个怎么样 重新启动核武政策 第二个怎么样 可能怎么样 打一下日本 或者怎么样侵略南韩 这几个 所以周围这三个国家都很紧张 那中国是怎么样说 我现在就好好经济发展 我不希望期日不稳定 因为我也希望跟大家做生意 然后中国现在也担心怎么样 他本来是完全掌控 借由张成泽 他可以完全掌控北韩的状况 现在张成泽不见了 他当然也不喜欢 一个北韩自己有 有过多自己自主的政策在上面 所以周围的国家 开始都在担心 这个北韩 现在走向未来不太明 那这一面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走向太过于独裁 因为如果说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他不是那么独裁 然后说他比较集体决策 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举起国旗这个理论 他可能说我要 我要发展核武 可能会有人提出 比较不一样的意见 或我要打南韩 比较不一样 他会比较安心 如果是集体的 因为集体的那个思维 总是比较多元化 那一个就完全根据他个人的 他现在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尤其他现在处决了张成泽 而且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其实身旁已经开始 有培养他的第二号人物 就是变成了 北韩的总政治局长 崔龙海 那么这次整数张成泽 据说就是这个崔龙海的 所这一个也支持的 那么其实大陆怎么样看待 这个北韩的一个政局的改变 我们知道说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现在也争取要重启六方的谈判 等一下回来我们去关心 到底这六方的谈判 是不是能够那么及早来进行 欢迎回到时事串事 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将自己的 估障处决 这冷酷的手段 引起了东亚各国一阵的紧张 北韩更是在昨天空头的大量文宣 到了南韩的边界的白领导 那么南韩总统不仅会呢 呼吁全国各界要提高警觉 因应呢 北韩可能会有下一步的挑衅的动作 而跟北韩历来骄傲的日本呢 则是由首相紧急召开了闭门会议 东亚地区再度因为北韩年轻领导人的 一个动作掀起了紧张的气氛 我们现在看这个报道 北韩军队整齐划一 坚定的宣使效忠 象征金正恩的军权巩固 年仅三十的金正恩 接掌北韩才短短两年 就下重手 把自己的孤障给处决 独揽北韩党政军三大势力 让人看到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冷血 北韩处决张成泽之后 16号跟在南韩边境的白岭岛上 投射上千封的文宣 扬言将用火炮攻击 引起了南韩上下一阵紧张 南韩总统普警惠 面对北韩的威胁 下令全国进入警戒 而跟北韩长期世仇的日本 也在首相官邸召开闭门会议 担心北韩未来态度可能转据强硬 正在研讨对应措施 北韩的老大哥 大陆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毅 面对记者虽然一脸镇定 但是现在有消息指出 当张成泽一被处决没多久 王毅便和美俄两国的外长 分别举行紧急会议 讨论朝鲜半岛的未来发展 亚太情势逐渐升温 连中朝边境的大陆商人 都感觉得到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情势一触即发 联合国大家长潘基文赶紧出面调停 在这段时间 虽然各界紧张稀稀 但是对北韩的动态却一无所知 增加了北韩的不确定性 让美中俄日韩等国际情报大国 也只能物理看花 完全的处于被动 记者冯一超综合报道 北韩的政局发展 让周边的国家 包含了南韩日本中国 其实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要继续的请教吴副教授 其实中国有自己的打算 因为外交部长王毅 他坚持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目标 要争取是重启六方的谈判 这所谓的六方会谈 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他内容是什么 六方会谈 本来是要处理北韩的 一个核武问题 希望他不要有核武 不要有核武 其实也符合中国利益 因为小老弟有个核武 就像跟你一起睡觉的弟弟 他也手上拿一把枪 虽然是你弟弟 你还是不太安心 所以这本来是 符合跟大家共同利益 本来那个六方会谈 已经稍微 现在北韩已经接受 已经就是说核武 把它暂缓这个计划 所以六方会谈 本来是比较说 现在好像我们把 北韩问题处理差不多了 没想到现在 大家又很担心 他又对外 有那个比较 就等于说破碍 那个危机 破碍稳定的一个动作出来 因为现在在杀了障成者 那所以中国 他想要重启六方会谈 我们看一下六方会谈 里面哪些成员 就两个韩国 然后再加上美国 日本 然后中国 还有一个俄罗斯 还有俄国 那这一面 其实我常认为 我一直认为说怎么样 里面其实最重要角色 就是三个 一个当然是北韩 他是要被安抚的对象 另外一个对面 就是一个他的支持者 中国 一个怎么样 他觉得是最大危险 来为美国 就是美国跟中国 就北韩来讲 一个支持我的 一个对抗我的 然后这两个在那边 然后我在那边 要捍卫我自己的 一个国家利益 那至于南韩 我去过南韩 他们都常觉得说 他们里面毫无角色可言 因为他只能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悲哀 所以他说一切都是美国 在替他讲 要替他讲一些事情 日本他就当然他是美国的门帮 他说我的地区安全很重要 所以他要求美国在边介入 那俄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俄国了 所以俄国现在角色 应该可以讲 几乎是跟南韩一样 就很小就对了 南韩还是当事人 但俄国还是个世界大国 不过俄国已经就是 不太有什么发言 中国为什么要再 就好像要把大家再找回来 我刚才提到就怎么样 因为本来是核武 怕破坏地区安全 那现在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利益 其实我们现在看中国 他要成为大国 你看中国现在都到月亮去了 那他为什么可以到月亮 以前不行 因为他现在有钱了 为什么可以有钱 因为区域稳定 所以对中国很重要的利益 就怎么样 区域要稳定 所以这次把六方会场 他也害怕 虽然他是觉得 北韩会听到的话 可是他的代理人被杀了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跟北韩要怎么去控制 所以中国某种程度 他的理解是怎么样 把国际社会找来 然后对北韩施压 就说请你节制一点 所以我觉得重启六方会谈这边 就符合中国利益在这边 美国利益也是 其实跟中国差不多 就是希望区域比较有战争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目前 大家又再重新谈 六方会谈的目的 虽然这次已经不是在谈核武了 可是也害怕他 北韩再重启这个核武计划 他的成效是如何 还是说他真的很快 就马上会有 这个中方跟美方之间的会谈 其实他们 这不会这么快 你看这核武谈了二十年 才现在让北韩比较 而且他有时候 就下来我暂时同意 可是如果内部又有问题 他可能又可以怎么样 又可以再起这个危机 所以北韩的核武计划 被大家认为怎么样 叫勒索外交 当我国内问题 我就发展核武 然后你们国际就要来 向你安抚一下 那怎么安抚呢 给我一些糖吃吧 给我一些基金援助 OK再给 然后就再安定一下 所以美国有时候也很气 可是没有办法 那你说中国是不是 又完全站在美国 其实中国也没有 完全站在美国这边 因为他也需要一个 北韩这个政权 这边做一个 就等于做一个 那个buffer 就所谓的缓冲地区 其实中国在东北 的最长期的利益 是要把美国势力排除 那怎么样把美国势力排除 这就是他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盘算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关注一个国家 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 今天将到这个 到了这个莫斯科 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的 签署了增进双方贸易的路线图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这个乌克兰内部的政局 到底是如何 欢迎回到十四球市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乌克兰总统今天将到莫斯科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 增进双方贸易的路线图 而在当天稍早 欧盟才宣布暂停跟乌克兰签订协议的进程 这是因为乌克兰上个礼拜要求 欧盟在跟乌克兰签署协订之前 要先同意给予乌克兰两百亿欧元的贷款 以弥补乌克兰从俄罗斯失去的好处 但是欧盟指出 乌克兰总统在跟欧盟的协订上是越扯越远 那么乌方所提供的意见没有理由 分析师也认为 乌克兰政府暂时搁置跟欧盟的协订 可能是试图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 两面取巧 要争取更为有利的协订条款 然后又要在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上 获得更多的实惠 吴副教授 其实我们看到说 这乌克兰目前呢 他的总统呢 他的一些想法 包含了要到这个俄罗斯去 跟俄罗斯的这个来借钱的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他在国际上呢 是不甩欧盟 然后向俄罗斯来借钱 到底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双方在经济上 他们有什么样一个紧密的关系 我们先讲 最早乌克兰首都基辅 基辅我们说念过历史 基辅大公国是现在俄国 就是现在俄国的祖先的来源 所以其实乌克兰跟那个俄国 是等于是兄弟 兄弟国家 然后苏联在瓦解的时候 就在冷战 我们跳得很快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 他们是兄弟国就好了 然后到1991年的时候 乌克兰上次就是 跟叶尔钦 乌克兰那时候的头头 就是总统或总统 乌克兰共和国 就跟叶尔钦一起 宣判了那个什么苏联的死刑 那乌克兰现在只有 到现在为止就四任总统 其中三人是很亲俄的 我想这可以理解 第一任总统 从1991到1994 叫Kashkuk 他是个非常亲俄的 第二任总统叫Kushma 1994到2005 做了十年 非常亲俄 然后再来 我们来到一个叫Yuchenko Yuchenko就是很有名的 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乌克兰有一个 橘色革命 他是就是站起来 然后反对乌克兰如此亲俄 亲俄 就是他讨厌讨厌国的 然后他只当了五年 为什么 他发动了橘色革命 可是他经济没有弄好 到了2010年 再选的时候 他连低伦都没过 就是他初选都没有过 就因为他经济做得不好 然后又来到了 现在我们这位所谓的 Yuchenkovic这位总统 这个又变为亲俄的 所以中间有五年 乌克兰有一个 就是说不亲俄 然后反而是比较亲俄的总统 从这里要说怎么样 乌克兰其实是个分裂国家 东部那边跟 跟俄国比较近 那边是比较亲俄 西半边 这边就是比较亲 欧洲欧盟 然后乌克兰 现在就是分了这两个 然后其实现在 站在街头上反对 就是那一派亲俄的 他们反对 现任总统 Yuchenkovic 就是他要采取个亲俄的政策 那这位现任这个总统 Yuchenkovic 他说我也有很多难言之隐 因为现在乌克兰经济很不好 那经济不好的话 我需要别人帮忙 像乌克兰 他现在外债 就是达到一百七十亿美元 他说那个俄国说 我可以给你五十亿 可是其实最重要是怎么样 是有关于天然瓦斯 乌克兰现在跟俄国 现在冬天到了很冷 他要跟俄国买很多天然瓦斯 天然瓦斯 乌克兰现在每一千立方公尺 卖他四百块美元 那俄国说 你如果现在跟我比较好一点的话 我只要卖你一半就好 两百两百美元 差很多 差很多一半 那意思什么叫很好 乌克兰我刚才讲说 前任总统采取一个亲欧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决定 而且现在是乌克兰很多人都想法怎么样 我们要加入欧盟 我们都知道欧盟运作得很好 很多国家还一直变 虽然后来有欧债危机 可是很多国家后来是变好 像爱尔兰那些 后来就欧债危机掉下来 现在他其实又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 那乌克兰就决定 就说我要 就在前任总统决定之下 我要往欧洲那边靠 所以我要跟欧洲签一个怎么样 就是我变成 就是欧盟 那俄国就很气压 他说你怎么可以 你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你怎么可以加入欧盟集团 因为俄国跟欧盟自然是不对盘的 就地缘政治 他们是互相两个大国 在那边对抗 那乌克兰 俄国的最终目的 是要乌克兰加入 俄国现在正在建立一个 类似欧盟 叫做欧亚关税集团 那里面成员现在有 俄国白俄罗斯 然后再来有一个哈萨克 那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 希望现在这位总统 现在乌克兰总统 在2015年要卸任的时候 可以宣布说乌克兰 要加入俄国的 但是我刚才讲 乌克兰是个分裂 有一般人不要加入 有一般人要加入欧盟 所以你可以像在街头 现在街头抗争这个 就说你是个卖乌集团 说现在这个总统 卖乌克兰 卖乌克兰 就是Yanukovic 他说你在出卖俄国 你在出卖乌克兰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解决 我刚才说满腹 乌克兰经济不好 我现在是要帮助 乌克兰经济 可是基本上 他意识形态是比较亲俄的 他认为乌克兰是要跟俄国 站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宗教也都很类似 他们是东正教的 不过东正教也有分乌克兰派 跟俄国派 就是我刚才讲 他们就是兄弟 但是文化是类似的 可是内部有一个就因为过去经济冷餐 他们太讨厌俄国了 太讨厌苏联了 他们对于这个威权 这个以前的共产国家非常讨厌 我就是不要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就要离开 所以这边 现在乌克兰就陷入这个 国内是完全分裂的 那现在在 在那个广场上 就是 当年橘色革命广场上 去对抗 这个现在Yanukovic 总统的 其实可以分为三派 一派就是怎么样 就是反贪污 其实全世界现在都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政要贪污 就是贪污到 就是反对反到底的 一个是支持 前一任总统下面的一个女总理 叫做Yulia Timonchenko 她是个很漂亮的女总理 而且年轻 差不多才50岁左右而已 很早就当了总理 那这位女总理 现在怎么样 被判刑 被关在监狱里面 她被关在 为什么 因为 先任总统就说怎么样 说你以前你也贪污 你贪污 因为你跟俄国签了那个什么 又是有关于瓦斯 那个天亮瓦斯 因为其实她是个生意人起家的 她是怎么样 橘色革命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所以有一派人说 他根本就是被冤枉的 你怎么可以把他关起来 所以又一派支持他是这个的 然后在第三派怎么样 就是极度反对俄国的 那一派乌克兰人 这一派算是比较少数吗 没有 这算是差不多 不是不少 极度反对俄国 让乌克兰一分为二 就是正是这一批人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 当然有重叠 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现在在广场上 反对 现任总统的 所以现在就怎么样 乌克兰就是陷入一个 分裂的状况中 然后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怎么样 很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以后到底要不要跟苏联 或不过跟俄国 走在一起 那这个有制度化 就是说 我到底是要签加入欧盟 还是要加入俄国的欧亚 关税 关税优惠集团 所以现在就这个重要 在乌克兰在吵着吵着 就变成这个结果 那现在现任总统的态度 应该就是亲恶 对 他是非常亲恶的 所以 四任总统里面 有三任是亲恶 所以其实在政坛上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乌克兰 过去就是跟苏联 就是整个冷战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很多亲恶派 好 我们回到说 那乌克兰他的地理位置 对于 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为了要把他拉入到 这个欧盟关税的集团当中 他除了这个部分 拉拢进来之外 还有乌克兰 他自己本身在地理位置上 到底有多重要 地理位置上 就地理这种来讲的话 你想想看 乌克兰正好借在欧洲 跟欧盟跟俄国之间 其实我刚才讲说 俄国其实对欧盟 他们过去是敌人 以前是华沙公盟组织 跟北大西洋公盟组织 那时候的中线是在东德 你看他已经往右退了多少了 从东德去退到乌克兰 现在是正好在 以前是把德国一花为二 所以我们就西德跟东德那个年代 现在是乌克兰一花为二 但是因为乌克兰不是个分裂国家 我想是个分裂社会 所以当他有个亲俄总统 他就变苏的那边 如果有一个亲欧盟总统 就变欧盟那边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不希望有这种民主轮替之后 突然会冒出一个亲欧的一个总统出来 那一方面他跟欧盟就是怎么样 我觉得跟你是竞争关系 我们是两个强权 不可能有一山里面不能有二虎 所以至少要建立一个所谓的缓冲国 那缓冲国就是乌克兰 所以他绝对不容许乌克兰成为欧盟那一部分 所以不容许但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两千两千零五到两千零一零 他选出一个那个欧盟总统 竟然是那么亲欧 好在他的整个民意也被俄国都整个把它毁灭掉了 因为他再选的时候 他只得到五% 所以是非常低的 连初选都没有过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记得 那时候常常讲说那个总统什么 他因为他经济真的弄不好 所以他讲说他被人家下毒 所以他整个毁容 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 就是跟俄国的关系真的扯不清 那俄国就是一定要把他维持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那欧盟的态度呢 他是不是也想要拉拢乌克兰 或者说他觉得无所谓 对欧盟 乌克兰的重要性在于怎么样 因为在跟俄国 无论如何政治上的竞争 欧盟还是需要俄国的天然瓦斯 就天然气 现在冬天到了 很冷 整个欧洲大陆很冷 我们看都在下大学 他需要欧洲天然气 60%的俄国天然气都经过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对他在地理上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他倒不是必然 一定要把乌克兰放入欧盟 因为欧盟现在28个国家其实是很大了 那我们看到欧债危机 他如果因为乌克兰经济也不好 他就在把乌克兰放进来 他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欧盟现在已经不是以扩张为他的目的 可是当然你提出申请的时候不能拒绝 我没办法拒绝 你要成为因为乌克兰被视为是欧洲大陆一部分 所以乌克兰 我刚才提到 在前任总统的主导之下 提出我要申请加入欧盟 他当然要接受这个事情 可是这次示威是11月21号的时候 现任总统宣布怎么样 他放弃 他不要再加入欧盟 所以欧盟说OK 那你不要放入 那我们就不要谈了 所以刚才新闻的那个并不是说我主动去切断 我跟乌克兰的谈判 是你因为你不要跟我谈了 你不要加入了 那你跟我谈 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我说好 那我们就中断这个谈判 所以问题是在于说 当年现在这个总统 他采取一个政策 我要离开欧盟 我要加入那个俄国新建立的欧亚集团 但是回归一句话 就是说谁能够给他钱 他就会靠向谁 那倒不一定 因为欧盟也会给他一些钱 我觉得意识形态是蛮重 这是一个政治判断 我将来跟谁在一起 对国家利益会比较好 那目前在这广场上 进行抗议的已经达了四个礼拜了 那总统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部分 总统他现在 他就去访问俄国 表示说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你们抗议 你们继续抗议 但是事实上是他有 他为什么后来那个抗议会变这么多 因为他们采取一个 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残暴的一个镇压政策 所以总统现在说 我们可以尽量比较缓 比较柔性的来对付这群 这群人可能比较好 可是在短期内 我想乌克兰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总统可以做总统 做到2015年 他一任五年了 所以现在乌克兰 当然面临可能也是 就是一个极度分裂的一个社会 那这个可能要需要时间来解决 你现在能看乌克兰